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公司的1号送装机 拿出来的话就这样子 这个纸的话上面这个亚克力板呢这个纸给撕掉 一会我们把它撕掉 现在我们就简单讲解一下 然后这个是这个模具 58毫米的模具 这个电圈的话我们就是说 做金属的送装的时候就用这个电圈 做塑料底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个电圈 现在我们就是看怎么样装模具 就是这个箱子 这个地方的箱子对准这个位置的孔 然后这样子放上去好了 这个箱子先不用放进去 等往上拖一下 这个箱子通过这个孔推过来放下来 然后把这个箱子左边放进去 右边也这个箱子定位箱放进去 然后再推过去左右推一下 这个箱子上模具 这个档位箱 应该正常的话是这样子 这个板和这个箱子呢 中间有空隙的 再测试这个右边的模具 靠过去的时候也对齐了 然后呢这里合起来的时候 没有缝隙的 这样就对了 这是安装模具的时候 那么拆模具的时候呢 就先把箱子拿出来 先放这边箱子放到这里 然后用手把这个上面拖起来 然后把它拉出来 从这里 这里用手 双手这样拖起来 拉下来就可以了 这是装线模具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制作这个胸章了 箱子放进去 右边的箱子我们刚刚没取出来 就在里面 上盖 纸片 这模片 这个图案的那个上图 对着这个箱子这里 然后做塑料壳的话 就就不要这个垫圈 不要 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手稍微扶着 轻轻压起来就可以了 拉过来 轻轻压下去就可以了 不要太猛 那这个就做好的胸章背面 别人是这样子的 正面 好 下面我们做一个铁底的胸章 记得把这个电圈 收的电圈 放在这个右边这个模具里面 然后我们就是拿那个会上那个锋利这一面 朝上面 锋利这个朝上面 这个胸针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朝这个方面 好 左边上盖 纸片这个图案朝这里 磨片 好 推过来 好 拉过来 那 这里 要密闭 要密封 压下来 没有封了 就好了 好 就可以了 好 好 谢谢观看